美国南加州美丽的海滨城市航停顿海滩式的国庆游行 是美国西部规模最大的游行 也是美国著名的国庆游行之一 今年参加队伍的有超过250只 沿途观众估计大约有30万人 法轮功是游行队伍中唯一的一个华人团体 我们一起去看上一看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航停顿海滩式的国庆游行 今年是104届有超过250个团体参加 是美国西部最大的国庆游行 上午10点 科技人员高空跳伞从天而降 观众一阵惊呼 揭开了游行的序幕 游行队伍有各式各样的花车 古乐队 游队 骑士队 冰队等 整个游行四英里长 历时三个多小时 当珍珠港事件幸存者协会队伍经过时 民众起立致敬 每年都来观看游行的山姆 对珍珠港事件幸存者队伍最有感触 到现在为止我最喜欢的是珍珠港幸存者队伍 他们的队伍逐年变老变小 几年前还有一两百人 今年只剩二三十人 法轮功学员是游行中唯一一支以华人为主的队伍 由妖谷队 骑队 补刀队和划车组成 是规模较大的游行队伍之一 他们的出现为游行带来清新祥和的东方气息 受到沿途民众的欢迎 新唐记者思乡文凯在加州洛杉矶的采访报道